这是我前段时间用威士忌泡的咖啡豆 泡完了之后我拿到咖啡工厂里边烘焙 这个味道连酒区的博主索菲亚一斤半都觉得 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嘴巴里鼓起一口气 你嘴里完全是被一种酒香充盈的 其实酒香的咖啡豆在市面上已经非常常见了 你看像红酒处理的 雪地藤处理的 XO处理的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边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有着非常自然的酒香的咖啡豆 我前前后背测了大概十几种不同酒香的口感的咖啡豆 有的豆子你还没有去研磨 你开封就能闻到一股非常厚重的非常厚的酒味 喝的时候一口下去就那个酒味非常的刺激 甚至过了很久你打嗝都还是那种酒味 实在是厚不住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相对理想的比较自然的酒的味道 那于是呢才想着自己去摸索用威士忌泡生豆的烘焙 直到我找到了这一支哥伦比亚的威士忌酒桶 处理法的这个咖啡豆 那拿到这个咖啡豆的当天 我烘完杯色了之后呢 当时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找到的酒香口感的咖啡豆 那它是一支威士忌木桶发酵的咖啡豆 那这个豆子它处理非常特别 庄园呢会先把采摘好的咖啡果 微积一酒以及酒厂的酵母放在一个大的容器里边 密封起来发酵 发酵完成之后呢 再把咖啡果晾干晒干 那接下来呢再把晾干的咖啡果 运到酒厂的地窖里边 在地窖里边放一段时间之后呢 再把咖啡的果皮果肉给去掉 最后再把咖啡的生豆放在威士忌的橡木桶里边 来吸收橡木桶的风味和香气 那整个处理的过程啊 持续将近两个月 那花费的时间非常长 我们在整个烘焙的过程中 也做了非常特别的调整 因为浸泡了威士忌 所以说呢咖啡生豆的含水率 以及它的密度都会有所不同 那烘焙程度呢 我们就给烘焙成了中度 达到了一个非常醇厚的这种平衡的口感 它喝起来呢不会让你觉得有非常强烈 或者是非常直接刺激的酒的口味 反倒是呢 它是那种酒心巧克力的香气 也会有点像是果酒的清甜 不管是做美式或者做手冲都非常的奈何 那在冲泡的过程中 可以闻到它非常清新和自然的这种威士忌 以及有点像是巧克力的甜巧克力的感觉 整个湿香上边非常的舒服 冲泡呢我会用1比15的比例 然后整个冲泡的时间在1分半钟 好冲泡完成我们来喝喝看 因为是中度的烘焙 所以说整个这个咖啡的液体呢 它看起来是比较透亮的 没有说颜色特别深 我们来喝一下 真的非常的清甜 有着这种淡淡的巧克力香 以及酒香的感觉 它有点让我回忆起了 小时候吃的这种酒鲜巧克力 就能够勾起小时候吃的这种零食的感觉 整体的这个口感呢 喝起来是偏醇厚平衡的质地 也非常的扎实 所以说这只豆子呢 不管是做成手冲的 或者是做成美式都非常奈何 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找到了这只威士忌酒桶发酵的咖啡豆 也算是今年找到了一只非常满意的豆子了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